请欣赏施朗宋 专家 穷得天天吃剩饭 专家说谁家没有五十万 三个白铃没滋滋 专家说不如进场大螺丝 房价太低影响斗志 专家建议抬高楼市 油价太低影响交通 专家建议二十亿商征收 十亿税付费去上班 一年到头没吃没穿 六十再就业 延长贷款期 俺爷八十 还跑滴滴 生物太低 我仰天痛哭 专家说四车拉活 闲房出租 想起结婚 我头皮发麻 专家说不生孩子 时当惩罚 今天往动 明天往西 专家建议从不统一 人要务实 脚要脱地 建议专家 别买 建议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3号星期一 今天狗哥这边呢 是临时有点事 所以呢 这个影片呢 就发晚了 这个呢 就可能呢 会让大东亚地区的一些网友们呢 会睡不好觉 还可能呢 会让一些网友这个早饭 或者晚饭呢 会吃的这个比较多啊 就容易长胖 所以呢 狗哥呢 是首先要为这些状况的出现呢 要表达一个歉意 那这个闲话呢 就不多说了 今天影片开头 给大家分享的 应该是中国墙里边 一个自媒体的作品 作者这个名字呢 叫中关村亮仔 这个呢 是一个亮仔组合 他们呢 是朗诵的一首诗 名字呢 就叫专家 他们朗诵的这个东西的内容 中国的网友们 应该呢 都是这个比较熟悉的 这个呢 就是在讽刺和调侃 最近这几年以来 中国墙里边出现的这个 越来越多的各种所谓专家们的 他们的丑态 他们的这个各种的荒唐 各种的这个不靠谱啊 各种这个何不食肉迷 比如说这两个这个亮仔小哥 他们讽刺 说这个中国有专家呀 是建议开私家车去拉活 闲吃的房产可以出租 这个呢 是在去年啊 大家都知道 中国经济最近几年以来是下滑的很厉害 所以呢 很多人就关心中国的那些个低收入人群 他们的这个收入问题和生活的状况 那在去年 中国的一个专家就讨论 怎么让这个低收入人群能挣到更多的钱 这些人群 他们的生活怎么能够得到改善 然后呢 这个专家呢 就给出来了他自己的建议 他说呢 比如说这个低收入人群啊 低收入者在这个八小时工作之外 可以开自己的私家车去拉活 坐网约车 坐这个滴滴司机之类的 这样 他们呢就会挣到更多的钱 会挣到更多的收入 那个专家还建议啊 说这个低收入人群还可以呢 把他们这个闲置的房子租出去啊 这样呢 收租金也可以挣到更多的收入 然后在当时那个专家的这些建议 就遭到中国广民们的狂喷 他被狂喷呢 就是典型的核不食肉迷 那这样的这个所谓的专家 他为什么会被喷 大家肯定都是清清楚楚的 这个道理呢 就不用狗哥再去这个解释了 这么简单的道理 如果狗哥自己再去掰开了 揉碎了 再去解释 那狗哥自己呢 也就是真傻了 而且呢 更可怕的是啊 刚才说的那位中国的专家 他呢 还曾经担任过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 他是一个中国政府里边 政局级的一个高官 所以呢 这个影片开头 这个小视频 他讽刺的这个中国所谓专家们 他们的丑态 这个真的是讽刺的 非常的棒 也展示了 现在很多很多中国所谓专家们 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水平 真实的情商 狗哥自己的频道里 这个也经常给大家揭露一些中国专家们 他们的这个真实的水平 最经常出现的 你比如说 最著名的这个金灿荣 金灿荣 他是中国体制内正儿八经的 这个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 他还是这个中国最广大红狼们 最知名的精神导师之一 但是 在 所有的这些个重大国际问题上 你比如说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场战争的问题上 从去年到现在 金灿荣发表过好几次的预测和判断 是不是一次都没有对过 连一次准的都没有 都是完全错误的 对不对 这个状况 连金灿荣他自个都承认了 说了自己在这方面 这个判断和预测的老是出错 金灿荣这个状况呢 就代表了中国在进入战狼时代以后 最著名的所谓的 中国专家学者们 他们的这个真实水平 中国在进入战狼时代以后 在中国体制内 还有在这个中国舆论里边 越是火的那些个所谓专家学者 越是有名气的 越是红的那些个所谓专家学者 他们基本上就越会是垃圾 例外的很少很少很少 最近几年来 唯一例外的 可能呢 只有一个上海的张文宏医生 可能他是属于这个唯一例外的 但是呢 说实话啊 张文宏 他的这个唯一的例外 也是在中国墙里边 这个瘸子里边挑将军的 这么一个结果 全靠其他不靠谱的 这个同行专家们的衬托 所以呢 在中国进入战狼时代以后啊 在中国墙里边 想找一两个这个靠谱的 真正有专业素养的 真正有专业知识的 并且呢 敢讲真话的专家学者 其实呢 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 为什么会成这样 最根本的原因 大家呢 肯定的也清楚啊 就是在进入战狼时代以后 中国政府 他在中国墙里边 对言论的管控呢 是越来越严厉 中国墙里边 他越来越呢 只允许一种声音的存在 就是官府的声音 就是所谓的这个主旋力的声音 正能量 那自然的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们 他们就不敢再讲真话了 他们就不敢再去发表 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见了 即便是有这个极少数 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 这个专家学者 那他们在这种文革2.0 这种时代 这种氛围里边 他们呢 也很快就会被这个官府和粉红们呢 是联手灭掉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更恐吓到了这个 其他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们 他们不敢讲真话 最后导致的结果 就是不管是在中国体制内 在这个中国政府内部 还是在这个中国公开的这个舆论场上 就只剩下像这个金灿荣啊 像张维为这样呢 完全不靠谱的 只会舔的 只会拍马屁的 这个所谓专家们是大行其道 然后呢 他们就跟这个最大的加速师一样 带领整个中国 往悬崖下边呢 是狂奔 这个呢 就是中国在进入战狼时代 和文革2.0时代以后 墙里边这个方方面面 专家学者 他们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用两次来概括 就是极不专业 极不靠谱 大家呢 肯定都注意到了啊 葛在这呢 有一个限定的时间上的概念 就是在中国进入战狼时代 和文革2.0时代以后 中国墙里边所谓的这个专家学者们 整体上呢 就变得极不专业 极不靠谱 那在中国进入战狼时代之前 中国的专家学者们 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狗哥呢 是把2018年界定为 是中国的战狼元年 在2018年 中国是正式进入战狼时代 狗哥认为呢 在2015年之前 从2000年到2015年 这15年间 中国呢 还是有不少的这个专家学者 他们的意见呢 是可以去认真的参考一下 因为这15年啊 从这个2000年到2015年 这个呢 是中国政府啊 他对这个言论的管制 相对来说 比较宽松的一个时期 这个呢 也是很多这个中国的专家学者啊 他们对中国 比较有信心和希望的一个时期 这个呢 还是这个中国的互联网 他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 所以呢 在这个时期 从2000年到2015年 狗认为呢 是属于中国呢 这个言论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所以呢 在这个时期 中国不少专家学者 他们的言论和研究成果呢 还是值得去看一下 从2016年开始 中国墙里边呢 就严格要求这个媒体姓党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中国墙里边 原本就不多的言论自由度 他是又遭到持续的啊 还是这种非常严厉的打压 一直到今天 那言论管制越厉害 真正的专家学者们 他们呢 就越完蛋 就只剩下 擅长拍马屁 打鸡血的那些个 所谓的骗子专家 就是这个道理 给我今天的影片开头 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聊这个中国墙里边 所谓的专家学者们 总而言之一句话 就是在2000年到2015年 这15年间 中国墙里边呢 有不少专家学者 他们的言论和研究成果呢 还是比较值得去重视 今天影片的主要话题呢 跟这个呢 也有关系啊 大家来看这个 中国一个自媒体 在前天发的文章 他的标题 国家地震局核心研究论文显示 土耳其大地震 可能导致中国三年内 发生七到八级的强震 最近土耳其和叙利亚 发生的大地震 大家呢肯定都知道了 这个呢 是一场这个震级非常大 导致的后果呢 也非常惨烈的 这么一场大地震 现在中国这个自媒体文章 就说 根据中国国家地震局 核心研究论文的成果 可以预测 在今后三年内 土耳其和叙利亚的 这场大地震呢 很可能会导致 中国国内也发生 七级到八级的强地震 这个文章 他引用的这个 中国国家地震局 发的核心研究论文 是在2014年发的 大家注意 这个呢 是在2014年发的 刚才狗说了 在2015年之前 中国专家学者们 他们的不少研究成果 狗哥呢 是会相对来说呢 比较重视一点 这篇论文 它的名字是 欧亚地震带地震活动增强 与中国大陆地区 七级以上地震发生的 关系分析 写这篇论文的作者呢 有三位 叫陈学忠 李燕娥 王恒信 他们都是这个 中国国家地震局的专家 这里边这个 太学术的东西 狗哥呢 就不给大家分享了 狗哥呢 只用这个最简单 最准确的语言 和表达方式 给大家概括一下 这个论文 它的主要意思 和很重要的结论 首先呢 有一个最基本的知识 就是大家生活的这个地球 地球的表面呢 它呢 是有这个大的 不同板块构成的 那不同板块 它们之间的这种 相互的运动 相互的挤压 碰撞 这个呢 就会导致地震的发生 而且呢 在同一个地震带里边 一个地区 如果说发生了大的地震 那这个呢 很可能就会对 其他地区的板块呢 也造成重大的影响 这个呢 有可能就会引发 其他地区的这个地震 这个自民体文章里边 对这个情况呢 它是用了一个比喻啊 就是 比喻这个 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呢 就像是这个 大积木 如果其中一块积木 突然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 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 其他积木的这个稳定 这个呢 是一个知识啊 另外一个 基本的知识 就是这次发生大地震的 土耳其和叙利亚 它们都是属于 欧亚地震带 那从这个地图上 大家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青藏高原啊 包括这个四川 同样也是属于 这个欧亚地震带 那这个地图上 这个地震带 上边的标注的红点 大家呢 就可以想象 是一块一块一块的 这种积木 现在呢 是土耳其 叙利亚那块呢 是发生大地震了 那块的积木呢 它是塌了 中国地震局 在2014年 发了这篇研究论文 它是统计了 从1900年以后的 这个100多年里边 欧亚地震带 每次发生大地震之后 数年内 中国国内地震活动的情况 然后呢 那三位专家就发现啊 这个呢 也是他们的研究结论 就是一旦欧亚地震带 年地震释放能量比 高于50% 而且伴随8级上下地震发生时 起后三年内 中国大陆地区将有发生 7到8级地震的可能性 而且呢 这个可能性呢 是高达90% 他这说的这个 欧亚地震带 年地震释放能量比 高于50% 是说这个 每年欧亚地震带 这个区域 它发生的这个 所有的地震加起来 释放的地震 总能量 占到这一年 全地球 地震释放能量的一半 或者一半以上 这个呢 就叫欧亚地震带 年地震释放能量比 高于这个50% 所以呢 他们的结论就是啊 在某一年 如果说 欧亚地震带 这个区域 发生的所有的地震 他们释放出来的 总能量 能够达到 或者超过这一年 全地球地震 释放总能量的一半 而且呢 这其中 欧亚地震带 还发生了 至少一次 八级左右的大地震 那在接下来的 三年内 中国发生 七到八级 大地震的可能性呢 就会超过90% 这个论文呢 它是分析了 一百年来 欧亚地震带 出现过的 十个年地震能量比 高于50%的年份 发现呢 只有一年 是出现了例外 就是在 1956年 那除了这一年之外 其余的情况 都符合 他们的这个研究结论 你比如说 在这个2004年 和2005年 欧亚地震带 它呢 是这个 地震活动很多 而且呢 出现了八级大地震 那在 三四年之后的 2008年 中国呢 就出现了这个 新疆渔田的 7.3级地震 和四川汶川的 八级大地震 2008年 中国四川汶川的 这个大地震 这个呢 大家肯定都知道 在当时 造成什么样的 这个惨烈的后果 比现在 土耳其 叙利亚大地震的 这个后果呢 还要惨烈很多 所以呢 这个自媒体文章 它又认为 现在这场 土耳其 叙利亚的大地震啊 很可能 就会让今年 也就是2023年 又满足了 那篇论文里边 它提出来的 两个前提条件 所以呢 按照那个论文 它的研究结论 就可以预测 在未来三年里 中国发生 七到八级大地震的 这种可能性呢 将达到90% 就是说呢 几乎就可以肯定的 会发生 但是呢 在这个文章的最后 作者呢 也说了 说这个主要分析的是 欧亚地震带的情况 那中国属于欧亚地震带的 主要呢 就是这个青南高原 四川 除了四川的某些地方以外 基本上都属于是这个地广人稀的地区 所以呢 他说这个此类地震发生在中国人口稀疏和无人区的这个比例呢 会高达76% 所以呢 也不必过于担心 另外 这个自媒体文章 它在中国火了以后 中国的这个著名的啊 环球时报 也就是这个事呢 是采访了专家 专家说呢 对这个论人的结论呢 没必要感到恐慌 因为从概率统计的角度上说 他认为这个结论呢 没有特别的意义 这个专家 他主要理由 说过去一百年 中国大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的这个平均概率呢 是三年两次 也就是说呢 会经常发生 所以呢 他说 不管这一次土耳其有没有发生大地震 那中国在三年内发生七级以上大地震的这种可能性呢 都很大 狗哥呢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 狗哥自己呢 是会对这个信息呢 是比较的重视 如果狗哥自己是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在四川这样的欧亚地震带上 狗哥呢 会对这个信息呢 特别的重视 从现在起呢 就会建立起一个认知 还有理念 就是在未来两三年 非常有可能会亲身遭遇一场大的地震 大家注意 在这呢 狗哥是提醒生活在中国西南地区 青藏四川这样的 欧亚地震带区域的网友们 虽然说在将来 很可能要来的这个强地震 它可能会发生在这个地广仁西的地区 但是它万一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区 怎么办 万一啊 就像这个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那种状况 这个呢 是狗哥自己啊 如果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从现在开始就要有的认知 这个呢 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要做相关的准备 这个呢 主要呢 就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 狗哥呢 就会检查自己居住的房屋的质量怎么样 到底能不能扛得住七级乃至八级的大地震 2008年四川汶川的那次大地震 结果那么惨烈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屋的建筑质量太差 这次土耳其叙利亚的大地震同样惨烈的一个原因 还是这个房屋建筑的质量太差 一个网友已经听说了 这次地震发生以后 有不少土耳其房地产开发商的老板呢 都赶紧要跑路 都想那个跑到国外去 因为他们在自己心里边都知道 他们建的那些房子呢 是不够结实 这次大地震里边呢 是肯定要玩 所以呢 他就要这个赶紧跑路 据说这个土耳其在昨天一天之内 就签发了一百多份的这个逮捕令 抓捕那些涉嫌偷工减料的房地产开发商和工程师 所以呢 房屋质量这个东西 平时你可能这个看不出来 但是呢 一旦遭遇七到八级的这种强地震 一下子就会全部的露馅 同时呢 也肯定就是大灾难 祸到临头 所以呢 狗哥自己如果说是生活在中国的西南地区 现在首先就会去调查自己居住的这个房屋的质量 看能不能承受住七到八级的强地震 第二个方面 从现在开始 狗哥你家人呢 就要认真学习大地震到来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科学应对 并且呢 自个儿呢 要在家里边呢 做演练 并且呢 还要做物质上的各种的准备 比如说准备一些这个应急包之类的 这方面这个学习和准备的知识 大家呢 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特别呢 是应该向日本人去认真的学习 那有了这些认知 还有准备以后 就可以这个比较踏实了啊 就可以这个 听天由命了啊 看到时候自己还有家人的这个运气怎么样 虽然狗哥这么讲话 听起来呢 是比较的悲观 但是呢 中国墙里边的网友们 应该都会知道 就生活在中国墙里边 一般普通人能够做的 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啊 而且呢 狗哥呢 可以说 即便是狗哥刚才提到的这三点 绝大多数中国人呢 都意识不到 也肯定呢 是做不到啊 所以呢 绝大多数人就只能是听天由命啊 好了 今天的介绍这么多啊 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明天再聊啊 拜拜 拜拜